桃園13岁少女协助警方当诱饵抓嫌犯,却在远警的监控下遭到嫌犯开车载走,性侵得逞,引发争议。 桃園市警局决定,时任分局长、侦察队长都既过处分。 而两名侦察队员依伤害罪,废齿职务等罪嫌就办,而另外还有哪些重点新闻,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,桃園市一名十三岁少女配合中立警方,当诱饵引出嫌犯,却在警方监控下,被嫌犯带上车,性侵得逞,引发各界批评,认为是违法, 不当侦察,面对各方指责,警政署要求从严就责,桃園市警局决定严处, 时任分局长、侦察队长都既过处分,两名侦察队员既过处分,改掉行政警察, 并依伤害罪,废齿职务罪嫌就办,桃園地检署已分他自案侦办中, 有民众前往桃園台北监狱探监,却用手机录影,还拍下受刑人模样, 上传网路,由于涉及违反相关规定,北监将禁止探监三个月, 对于收容人的惩处,以及监索人员是否有疏失,也会进一步调查, 行政院长陈建仁二十二号宣布,原先专属于十八岁到二十一岁青年的 文化成年礼金,从明年开始,会扩大发放范围,改为十六岁到二十二岁都可以领取, 希望年轻世代透过文化币塑造台湾素养,文化部也初步估算, 社会人数将从一百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人, 而台北迪化商圈认为,这项政策对文化产业有帮助, 乐观预估,不少店家的营收有机会成长二到三成, 记者综合报导